头条开奖提到开会员咯 邀请您加入会员 加会员支持头条开奖 一起成为最有影响力的 华文新势力 军演现在因为快要进入冬季了 冬季以后的军演都会休息一段时间 所以大家都在赶这段时间 就是夏季到秋季之间 是很适合军演的一个时间 所以才这么密集 而且彼此是针对性 日本跟美国现在雄本县 现在还在雄本县 举行陆地上的军演 然后跟韩国刚刚结束 就是举行自由之盾的军演 然后再跟澳大利亚 举行了空中的军演 有17个国家 有100架战机 那现在又有太平洋先锋的军演 也刚刚结束 那俄国是刚刚展开 那俄国这一次的军演 其实在东方的这个军演 有七个靶场 这个七个靶场中有两个靶场 是在北方四岛 那北方四岛对日本来讲的威慑力就很高 北方四岛跟北海道的关系 就有点像金门跟厦门之间的关系 就是肉眼都可以看得到 天气好的话你就可以看得到 所以当俄国在这个北方四岛 像是国后岛跟卓州岛 那么举行这个地面上跟空中海上的军事演习的时候 对日本的北海道来讲压力就很大了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 以现在的军演的一个情况 中国大陆这么积极的参与 我觉得大陆跟俄国的背靠背 而且俄国这次也把上海合作组织 还有它自己的集体安全组织 那么也就是中亚的国家跟欧洲的国家 都拉近了有13个国家参加 而这个军演是针对性了 所以我觉得跟美国的 有较量的这个意味在里面 世界好像慢慢的在区分成为两大阵营 其他的国家是坐山关斧斗 例如说亚洲的国家 拉丁美洲的国家跟非洲国家 他们是坐山关斧斗 然后主要的就看欧洲跟 欧亚大陆的这几个国家 彼此之间是在对抗 那我们担心的就是会有 更大的冲突在里面 更大的冲突吗 还是更大的实力 现在你看刚刚讲到说 好像一个次因素无人机能 被拦截就很振奋 然后日本呢 日本现在说我要再弄一个更大的 是排水量达2万吨以上的 这个神盾系统军舰 所以这是有人还称之为令和版的大核号 大老师 你一般来讲是不是要建造2万吨 因为像泰国的航母 泰国有一艘航母就2万多吨而已 很小 但是你日本你要建造到一艘2万多吨的航母 事实上我怀疑它是要做两栖攻击舰 因为按照日本的法律规定 它不能够建造攻击性的战略性的武器 所以它当初就把这个两栖 就是我们所谓的初营级 其实是准航母 它是4万多吨 那它把这个这样的4万多吨的航母 它其实是航母 可是它把它说成是两栖运输舰 可是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航母 是小型的航母 那它现在又要造一个2万多吨 您再想想想看 这个055才12500吨就很大了 就055本身就有100多个 这个垂直的发射器 那100多个垂直发射器 基本上来讲就比上次 穿越我们台湾海峡的 那两艘美国的这个巡洋级的 9800吨的还要大 然后数量还要多 那你日本还要造比中国大陆的055还要大 而且这一定是巡洋级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 我们怀疑它是要做两栖攻击舰也不一定 那当然要看日本到 因为日本通常都是说一套做一套 做出来的可能跟它说的不一样 因为它当初是说它要做两栖运输舰 结果大家才发觉到说是两栖攻击舰 然后最后出来的 大家才发觉说原来是准航母 因为它将把前段的飞行甲板烧上去 后段的再烧上去 它就构成一个可以这个滑越式的这种起飞 而不是垂直升降的这种航母 所以日本的海军的建造 我觉得要保持高度的警戒 因为它有这个能力 它的实力很强大 好所以要特别注意 不过现在两岸的局势是不是可能升高 亮哥我们看到 其实之前大家一直在讨论就是这个无人机 无人机我们怎么应对呢 结果媒体外媒非常的关注 像彭博社就报道说 台湾连续向疑似来自对岸的民用无人机去开火 这是凸显台北面临与日俱增的压力 来反击北京的侵扰 所以现在有压力的不只有日本 现在台湾的压力也会与日俱增 这是外媒的观点 是啊 因为已经隔了六天 后来才做了涉及这个动作 那我觉得应该是去请示美国的意见 因为美国隔天Kirby就立刻讲说 这是合情合理 那我猜是应该事先就是给了这个答案 所以就开火 那你从他那个开火 你也可以看到前线哨所对这类事件的准备不足到什么程度 到离谱的程度 比如说干扰器还要从台湾运过去 那结果还发现不足 现在要产先购买 然后后来是陆军派了两个神枪手才把他打下来 因为金门哨所的人打不到 那他们也没有能力去判断那个无人机的型号 那这个就是很严重的问题 因为这表示你对无人机的辨识非常不熟悉 那如果那是军用的呢 那如果那是针打一体的呢 针打一体意味着他可能还击耶 对啊 因为他不是只有征搜 因为现在那是民用 我是说这次还好他是民用 而且纯粹只是能够拍照 你录个影片 要回去炫耀 那我们知道那是什么型号的无人机吗 我们有去研究大疆的各种型号的无人机吗 那大疆可能有一些类型是借于军民养用的 我的意思是说这个题目坦白说啦 我相信在金马绝对不是发生第一次 只是这一次被曝光嘛 因为那边把影片播出嘛 那之前没有吗 上次佩洛西来台北定那个 我们还用信号弹去打 那请问那个是不是军用了 那如果急中呢 那急中会发生什么事 所以我觉得坦白说啦 我从这里就看出 我们真的是毫无SOP可言 因为对于前线的事情 你第一个一定要有辨识能力嘛 那辨识能力就要根据你的经验 就是常常往来飞来飞去的各种不明飞行物啦 不管是空中的海上的 你要一看就知道那是什么 那我们有能力判断吗 因为我光是看你根本就打不下来啊 还要从本岛去支援 对 就知道根本没有准备嘛 那更不要讲辨识了啦 我相信绝对没有辨识能力啦 是 所以现在怎么样亡羊补牢咯 亡羊补牢需要很长的时间 没那么快是 你需要辨识 然后这个需要累积能力啦 我说实在话啦 他是澎湖福澎喜来 跟酒店推出的海黄鲍鱼干贝XO酱 小小一瓢啊 可是有大大的学问 里头有很多像是呢 这大干贝 就有很多像是这20多种的胺基酸 其实对于你人体之间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它里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再加分